所以 CER 我們會講說為什麼要做 CER 再來是說 CER 的定義是什麼 但是沒有什麼新的 再來是 CER 因為是 Compare 我們到底跟什麼來比 然後有哪些例子 方法有什麼不一樣 最後是大概一條條的結論 好 為什麼要 CER 第一個就是說 Efficacy 跟 Effectiveness 是不一樣的 這個中文怎麼翻 Efficacy 叫做這個 效度 好 這個是 對 Effectiveness 有點像效率 效率好不好 跟這個 有沒有 效果 效果好不好 Efficacy 是效果 Effectiveness 是效率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知道 Early Gold Directed Therapy 是有效果的 是 Efficacy 是好的 但是 它是在理想的狀態下做的 比如說是人家很盯金的在 它是在一個 Fort Harrison Fort Harrison 就是福特啦 福特公司 它創辦了 Harrison 的一個醫院 它也是一個集團 但是它的急診室只有十四床 他們的急診室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啦 沒有床你就在外面觀察室等 有床你才能進來 所以它十四床的急診室 然後有一個叫 Dr. Rivers 的 他就是很認真地做了很多 Early Gold Directed Therapy 之後 發現這個有用 所以大家後來說的一件事就是 我這個很大的急診室 常跟醫院急診 就沒辦法做 Early Gold 做地地拉拉 我就不知道它有沒有 Effectiveness 有沒有效率啦 所以這個通常是 Real World 的時候 我才會去說 在很平均的病人很平均的 Practice 下有沒有效 所以很重要的是就是說 我做完 trial 的時候 也許我知道 Rivers做這個也是有效果的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有效率 或是有效益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翻不起來好 效益也效益 效益也好 所以另外就是說 到底能不能用在我們病人身上對不對 這個也是跟 Meta 有點連貫的概念 就是到底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用到病人身上 我們看了這麼多文獻之後 到底能不能用到我的病人 我下一個病人能不能這樣去做 所以定義上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臨床上我們就常常會去做比較 那麼很多比較都是 很多情況都有不只一項的選項可以做治療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比較 而且現在大概很多的研究 都不太可能給安慰劑 除非你真的沒有任何一個有效的治療 不過不太容易 你大概都一兩項治療可以做 除非你這個治療都沒有用的 才有辦法給安慰劑 好 另外就是價錢的問題 所以越來越強調去比較治療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我看是IOM IOM應該叫做美國的醫學機構 反正他們會有很多的institute 什麼東西 他們會有一個report 這個是比較像是智庫做的 給的一個白癖書之類的 所以它這裡就是說 CR is the generation of synthesis 跟我們在做Meta很像 of evidence that compares the benefit and harms of alternative method to prevent, diagnose, treat and monitor clinical condition 就是什麼都有啦 預防啦 診斷啦 治療啦 或者是monitor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of care 這很重要 它就是在乎我們的所謂的health service 的部分 所以我們才會講到說剛剛的效益 effectiveness 的部分 the purpose of CR is to assist consumer, clinician, purchaser and policymaker 這個這幾個非常重要 因為 其實CR很多時候是在算錢 我之前低廠的時候就跟各位講過 算cost 算benefit 但是你算錢你就有不同的算法 你有健保局的算法 你有院方的算法 你有消費者的算法 病人的算法 我說我今天沒有來上班 我隨時多少錢 或是我的quality quality of just life year 我今天因為我很有quality活著一年 那你這個錢花下來值不值得 所以我們之前就稍微提過 所以有不同的角度 看起來都會不一樣 但是這些人都可能用你的東西 比如說你算出來一個CR 算出來結果他應該要做什麼治療 在急診 應該給病人用Bi-PAP 還是不應該給Bi-PAP 因為你用了Bi-PAP之後 他不用on-end 病人不會消費,不會痛苦 但是你用Bi-PAP 病人可能有Apnea 可能在急診 你忙碌的急診 你用Bi-PAP 說完蛋了 CPR 要精算才知道 但是至少在林口的急診 是不能用Bi-PAP的 非常的悲哀 但是也許真的是這樣 他們沒有精算 他們就覺得說 病人在急診 Apnea 很嚴重啊 不用算我就知道很嚴重啊 所以我說我RT 我不給你們Bi-PAP 我機器頭上都有啊 但是急診不能用 所以我們雖然 即便知道 很多Heart failure很嚴重的時候 COPD很嚴重的時候 你撐一下 打一下 你吸個藥效果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打 打Steroid 就好了 他就不用再on-end 不用在那邊做那麼多天 然後還有VAP Pneumonia Septic死掉 但是沒辦法 對不起 因為他們進步期 這樣子 再記得Apnea 所以是不是比較以他們的角度 比較會這樣子去 你算不算錢 也不一定 因為你有時候就是 你就是說我不要有 有死掉 你就去比較 但是CER 因為 C C常會被很多人解讀成Cost 因為有所謂CPA CEA Cost Benefit Analysis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或者CEA出來 所以很多人會說 而CEA就是算靠 其實不是 所以這個一樣是在講 就是我們 一開始就比如說做實驗 動物實驗也好 那這下就是Efficacy 所以如果CEA 這個也是一樣 Clinical Advocacy Research 不要執著簡稱就對了 那一樣是我們要到臨床 Outcome Research也好 CEA也好 Health Service Research也好 這都是常用的Term 這會做這樣的分類 有時候進入一個學門 你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要Focus做哪一種Research 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這些Term 不過這個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Outcome Research也是在看這個東西 可是我治療到底Outcome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最後看死來活了就好了 你前面說什麼治療都沒關係 就是 或者是他住院多久了 或是怎麼樣 我只要看有沒有活著就好 所以 有想過那個 老師 好像是 這個跟CDR有一點重疊 有一點重疊 對 只是CDR更強調要比較 然後Cost 因為有時候 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六四千 哦 你可以做 不用做Cost 就可以看到Cornet很好 看Cornet 而且有沒有CAD 可是有人就會說 你鋪路那麼多 浮射性那麼多Comptains 下一步你還是要去做Cost 那什麼意思 你不如就直接做Cost吧 對不對 只是 欸人家會跟你說 你Cost 你要有那個CV-Man 要24小時Stand-by 很多地方你不能做 像現在肌肉湯可以不能做 這個 糟糕這個 不能刮過出去 沒有啦 這個 怕你還要查就完蛋 對 平坚剛過 糟糕 我就把它刪掉了 哈哈哈哈 好 沒事 越魔越黑 反正就是說 他說他不能做了 所以這個 我說我六四千 我隨時都可以做 我檢驗 我這個這個這個 醫檢師做完之後 放射師做完之後 放射科醫師在家裡 可以看報告 那我至少可以告訴你 急診醫師 下一步要做什麼 或者是說 啊我做這個 覺得有風險 病人說 每次要講這個 concent的時候 就說這個Cost 導管碰到心臟 可能會破掉 可能會幹嘛 對不對 還是要講這些嘛 他有風險 沒錯啊 他還吃飲鞋吧 被病人很完痛嗎 壓會痛不舒服 什麼都有啊 那你做六四千很好 只是 不如不射線而已 其實我也可以常做啊 健康檢查我也可以做啊 對不對 健康檢查就更高興 要promote 到做六四千 很好很好 對 可是都沒有去算那個 radiation 像現在有人說 一千個小朋友裡面 你不是就照了一千次CT 結果兩個會得到血癌 那你要不要照CT 尤其 尤其小朋友小小的 照CT其實看不清楚 所以你就說 啊小朋友還是做Echo 好了 Echo也是有Echo的問題 所以 就這樣比來比去 這是CER的精神 就是說我跟這個來比 而不是說 我六四千出來就 跟沒有做的 跟Posible比 那就沒有意思 但是我們臨床上 就是已經常常在比了 所以沒有什麼 只是說實證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對 好 所以其實在比的時候 又有點回到META一樣 所以我們到底說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Outcome 是不是很好的 因為常常會選 所謂的SERGATE outcome 就是我們曾經 大家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不是很之前 所以我們知道 以前我們看到VPC 會去治療它 我說VPC幾個就要治療 為什麼 因為以前就有人去治療 就是說 我用這個藥 然後VPC變少 他就說 這個藥可以治療VPC 很好 但是治療VPC 病人後會好 不會 所以才會說不要治療VPC VPC當時就是所謂的SERGATE outcome 替代Outcome 因為當時覺得VPC 後來就是VT VPC後來就是死掉 所以你就一個一個牽牽過去 那我就是治療VPC就好了 或是講 像我們2000 2000年開始會講 Amyodon 或台灣Amyodon這個藥 很好啊 什麼Arythmia都可以給啊 那後來為什麼不見了 你看這個2010年的 這個 提到的地方少很多 因為他們發現一個事情 叫做Amyodon can 讓病人活著離開抵診 但是不能活著離開抵診 但是不能活著離開抵診 所以這個很嚴重啊 我當時SERGATE outcome 就不好啊 活著離開抵診 算什麼好的抵診 不算啊 但是因為他可能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要活著離開抵診 因為太難了 所以他已經活著離開抵診 所以把病人弄起來 但是你就發現這個 這個抵診 選取是很重要的 對 常常會有這個名 那個盲點出來 然後有沒有去找HARM 因為你不要一直說 這個六四千很好 你沒有告訴人家 Radiation不好在哪裡 這個也是一樣 再來你怎麼去找Comparator 就是比較的東西 是不是所謂的State of the Art 就是最好 現在最好的治療到底是什麼 要能夠先搞清楚 如果他比較的東西已經舊的話 大概就不行 再來就是說 病人的那一段有沒有進來 我們一直在算健保局 或者是在算醫院 病人的那一段有沒有進來 這個是不是很理想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這個先調過去 好 所以有一些例子 比如說他比較兩個Statin 這個常常會用 頭內的藥來比較 再來是所謂Patent跟Generic 這個其實前一陣子在講蠻胖的 台灣就是錯過這個時機 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學很多的專利到期了 那我們沒有邊上 這我們沒有投資 不像其他年輕國家 就做這個投資 大陸最喜歡這個 啊 叫力到期了 我們全部來做這個 國產藥 那這個就是說 一樣啦 就是說 國產藥跟專利藥 跟原廠藥有沒有差別 也是一個比較 再來就是HARM Profile 有沒有剛剛講的說 做6-4切跟做CAS來比較 或是Medical treatment 跟Surgical treatment 來做比較 好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說 他可能的聽眾有這些 不同的角度來看 那投資的人不一樣 不過這個在台灣可能比較 還沒有大規模 那我現在是說一些例子 Head to head trial 或者是說用Meta來做這一段 或者是所謂Secondary data analysis 其實這個還蠻常用的 也就是說 一個Trial做完之後 他有很多邊際效益 比如說他是一個 他做了一個Trial 他收了很多Data 你可以來做所謂的這個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用保持料庫啦 這些來看啦 這個剛剛講到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常常會去 回顧我們電子病例 這是很好的地方來做CAS來源 Head to head trial Head trial其實只是我剛剛講過的東西 就是說他不是跟Persiboke 只是兩個都是治療 只是這樣而已 應該要講得很清楚 好 所以在美國很多單位都在做 HRQ 或是國會醫院 FTA 或是MEDICARE MEDICARE是他們的 算是社會保險 那還有就是 這個退伏會系統 都在做 好 那其他的民間的話 就是Blue Cross Blue Shell 是民間的健康保險 所以比較貴的 Cochrane 我們大概就知道他常常做 或是一些 Industry 藥商啊 這些 他們都會做這個 好 所以在一些例子 比如說這個是 住院醫師的Duty Hour 跟Patient Safety 有沒有關係 但是他所謂的 The Change 所以他 Before After 也是一個 比較 比較之前之後 好 然後再來是Copei 部分負擔增價呢 跟藥物遵從性 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免費的 就貴吧 不用錢的大家都濫用 不管你要你回家 而不吃 好 所以這是一種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HIV Care 跟這個Virus Suppression 有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例子 好 好 好 再來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是 下一個好了 CT跟Pat 好 來看這個 Solidary Pulmonary Nodules 結果發現 Pat比較好 這也是Soto 跟Amirondon 再看AF 就是差不多 所以現在 本來比較配Soto 好 再來是 這個Stable的 Peripheral Auto Disease 放 做這個 跟沒有做這個 有沒有差 這是一些例子 好 方法 方法的話 當然就是說 最好能夠有 比較好的FMC 比如說 population要 跟我們臨床是很像的 再來就是說 每個病人 都是平均的病人 至少要比較 然後 那麼用什麼方法 這些幾乎都可以用 這些幾乎都可以用 做RCT 做Meta 例如說 這些TRIAL 也是經典的 來改變很多 我們的Practice 但是 夠不夠 當然就是說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TRIAL 都很貴 尤其是越來越貴 你要Screen很多病人 才能夠得到TRIAL 而且 你要給很多Incentive 現代人 不像以前 那麼好打巴 你說這個 要不要自己拿免費 然後就很好 大家就很怪 也不一樣 再來就是說 在TRIAL的時候 常常很難去做很多的比較 一定是 一個跟一個比 大概就是所謂的Risk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謂Sport TRIAL 它的全名好像是 SPY Patient Outcome Research Trial 就是Scientica病人 Medical treatment 跟Surgical treatment 那結果呢 Medical treatment 都受不了 他自己的Risk 其實是痛 他痛到受不了 他通通都跑去開刀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你這種Compliance 不會好的時候 你不可能做FY 或是你Risk很大 就不可能做FY 或是市場的因素 好 所以我們知道 RCT有一些長處 比如說它兩邊可以Balance 所以它RMI做得好的話 它的長處在這裡 那再來是它的這個所謂的 因為它是前瞻性的搜案 它下面有一些相關的Data 你可以做後續 Secondary Announce 所以它長處在這裡 但它有一些限制 因為你收病人的時候 一定是有做了很多 inclusion criteria 所以很多情況 你不能generalize 到我們臨床practice身上 比如說你要打個TPA 你要平一個十幾項的這個checklist 才能說這個病人可以打TPA 因為它當時就這樣收案 這個又風險很高的藥 你不知道它的病人來怎麼弄 不行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觀察性 所以就 在中國大陸他們就弄自己 一對夫妻 一個是放射科醫師 一個是神經內科醫師 放射科醫師就說 不對喔 你們用三小時打TPA 沒有道理啊 我來幫你做CT CT做完之後 我看你perfusion不好 perfusion不好的 我就來打TPA 所以他們就換了quiteria之類的 可以來這樣做 那 有沒有做trial 我不確定 也許它是觀察性 也許它可能會不會有ethical問題吧 反正病人都不能答 我現在做得很好 這帶有另外一個ethical問題 今天不多講 但是它就可以generalize 到更大的病人事項 跟一般的trial不一樣 可以做比較久 好 那另外就是quingal trial 我常常會騰慢 要做好很久 太貴 而且不能回答很多很critical的問題 只能有一次回答一兩個問題 不然其他的話是很好 好 所以就有人問這個問題啦 如果我如果把一個觀察性的study 做得很嚴謹的話 到底有沒有跟trial的差別 有些人就去做一些 所以NJN有的時候 這個有一篇就寫說 跟之前的相信的不太一樣 這結果其實不會overestimate太多 它是比較之後的結論 2000年之後做這個結論 好 很快的帶一下方法 那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random的 但是它是real world的exposure 或者是intervention 那study design 我們上次已經跟大家講過 會有一些觀察性的study design 所以會有初級或是次級的分析方法 那它的component可能是前瞻的 或回顧或是很短的 好 所以它的角色當然是 甚至可以提供是一些trial的 prelim的data 一些pilot的結果 那再來就是說 可以有一些是沒有辦法random的 randomize 比如說那個基因啊 那你不能緊張部分的random 就是或者是 提供一些real time 或者是全國的 全國性的這個data 來檢視 那再來就是說 可以作為互補 就RCT沒辦法做 這個觀察性可以來做 但是我們要確定它是有 validity 的 好幾個人就是證實說 觀察性的其實是可信 這個回去 各位有機會再看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干擾 看finding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當然定義大家應該都知道 額外的因子是跟這個 exposure 跟 outcome 都有關係的 但是它不是 mediator 就是說 因為exposure 跟 outcome 有關係 還有一個可能性 其實它是中間產物嘛 但是它中間產物不是干擾因子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一個基本概念 好 所以它的 這個會影響我們的 結果是會不可信 比方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 喝酒跟肺癌有沒有關係 有一天我就搜一個 data 說欸 怕喝酒的人容易得肺癌 那我就說 喝酒容易得肺癌 因果關係 結果不是 因為喝酒的人就會去抽菸 抽菸會得肺癌 這個很好玩 例子大家應該都常聽到 好 所以我們稍微再講一下說 能不能用一些方法來避免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 統計上比較新的方法 上次林醫師有跟我們聊到說 propacity score 的方法 他甚至可以去模擬 randomization 等一下會有個例子給大家看 好 所以 什麼叫propacity score 中文好像翻叫傾向分數 就是說這個傾向是怎麼樣 那就是說 病人的傾向 他會 算出來說 他抽菸的傾向是多少 比如說 按照我們的身高年齡 心學行 學力 什麼玩高 體重 身家背景 我算出來我抽菸的幾率是 70% 我會在這一輩子抽菸 林醫師按照他的身家 學行 經歷 薪水 算起來也跟我一樣 70%的幾率他會抽菸 抽菸不可能 randomize 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抽菸 他沒抽菸 但是我們這些東西都一樣啊 那結果 欸我們兩個做個match 我跟他來做match 配對 結果我table1這樣 依照這樣子match 結果table1當然畫出來 又會很漂亮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match 配對 按照這個方式來反動 我們兩個得到的score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抽他沒抽 然後在這個理論上 就覺得我就是random 就好像這個神就 assign 給我說 我要抽菸他沒有抽菸 所以就是一個 比較相對新啦 但是沒有那麼新 但是目前已經慢慢被採用的 這個新的方法 好所以就是講說 我們剛剛講說baseline的東西 所以有些是測不到 比如說我媽媽的教育 教育我什麼什麼的 我們就不知道 教育會跟抽菸有關 教育也會跟我的 outcome 可能會有關係 他叫我不要抽菸 他當然會叫我別的 叫我要保養身體 所以這個就是 沒有辦法measure到的 這就是這種方法 沒有辦法克服的 好 所以這個剛剛已經帶過去 我們看一下例子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分布 所以這個unmatched 沒有標出來 可是沒有做好 但是至少就是說這個丟掉之後呢 比如說這個是road data 那治療的人 或者我剛剛講說expose 暴露的人 本來就容易暴露啊 因為是觀察性的 所以你預估他會暴露的人 他本來就會暴露 那你沒有暴露的人 本來就是說 因為他的身家背景 他就不會去抽菸 結果你就盡量把他湊在一起 所以這兩個match完之後就差不多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是 這一年在plus1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篇 就是statting的study 那他是很好玩 因為很多人做study 發現說 吃statting 降血脂藥 可以 避免 死於半血症 那後來好像正式沒有用 只是偶發的就看到這個 很有效果 那有人就說 那我吃statting 可不可以避免得到流感 好 所以這有人用這個 國家的資料庫 忘記是 應該是美國吧 國家資料庫 你看這百萬喔 一百萬 所以他statting 但已經有人給要了 他去找control 對照組 他把它match 按照這個 propensity score 前向分數 match完之後 你看他table one 哇漂亮 年紀一樣 性別一樣 那這個是 就是有沒有住院 或是住癌癌中心 是一樣 那住院次數 喔 這個非常接近 然後最後用這樣子 這兩組 來看他的 outcome 結果我記得好像 也是沒什麼用 就沒用了 對 但至少說他這個很大規模 就去丟plus one 就對了 好 好 所以再一次強調就是說 Well Designed 才有可能 比較有可能 帶有一些好的結果 然後就是說 另外的是 Well Designed 一個Core Study 然後是觀察性的 可以去複製 他的結果 好 一樣就是 Eligibility 或是他的這個 可以比較清楚的辨認出來 因為你 Well Designed 才能辨認出來嗎 或是可以有更好的 Cutient 這個就是 怎麼樣叫 Well Designed 在這些 然後比較清楚的 來負責 JUST 跟Compounding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也許就不用用很複雜的 這個分析方法 比如說剛剛那個 去Match 完 按照 Proping score 請下面去Match 完之後 它其實用很簡單的 我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RCT的方法就好 不用用什麼 很複雜的 回歸啦 這些啦 好 那最後只是在 最後兩張 slide 提一下說 一個研究到底 到底要有哪些component 不管是 觀察性的啦 Randomize control trial 還是MetaNAS 都一樣 你的問題到底 好不好 問得好不好 這問題是不是相關的 Study design 到底對不對 能夠Minimize 這個Bias 大概就是說 Data取得的方式 是不是能夠很有 Quality的方式是取得 那最後就是 統計的方法 是不是能夠理解 有時候真的 黑盒子真的不行 所以CR部分的結論的話 有點像是 也不是老酒裝新品啦 那也是相對的是新酒啦 也就是說這個 按照現在 這個update的情況 我們的支持程度啦 或是說 這個 這個 付費的程度啦 這個到底多少 預算進來啦 這些 來做這樣子的新酒 但是新品質也是一樣啊 這些方法 來去做 所以 CR到底新不新 沒有很新啦 我剛剛講的 定義 nothing new 只是說 觀念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 有提到一些經濟的觀點來做 今天沒有強調很多 甚至在更細 還有一些所謂 Decision Analysis 怎麼去做決策啦 不過那就是 另外一層的 研究 就算我們不做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有這樣子 這類研究 這方向可以去看 有些人就專注在 Decision Analysis的部分 這些 那 CER我知道 中興現在會有很多老師 投入要做啦 至少有鄭老師 他是學藥物經濟學的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以後 還是可以找中興老師 一起合作 這樣子 好 所以 不好意思 就是東西帶了很多 總共兩百多張slide 所以 希望有機會 我們以後 在別堂課 也許可以再做討論 或者是 以後反正都有機會 再keep in touch 再合作啦 或是怎麼樣 一起來做一些東西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他其實 那個東西已經算是 他match完的結果了 就是說 這個是match完的table 他match只要用一個東西 叫做 perpentity score 那產生 perpentity score 可能會有很多東西 所以 你可能會有變成 two stage 那第一個 stage 就是說 我會有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那我的 我的 我的這個 Y 比如說 像這個例子 有steady沒steady 然後我的X 一堆 只要跟那個 跟 outcome沒有關係的 都可以放進去 跟 outcome沒有關係 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 這些可能通通都會 直接放在他第一個match 他產生的 得到steady的 propensity 然後按照那個propensity 再去做match match完之後 他得到的配方就漲掉 他就把不符合的人 先丟掉 對 按照這個情況來做match 對不對 所以雖然有些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會說這個是residual 那他可以做什麼方式呢 他還可以再做一次回歸 他再做一次回歸 他再做一次回歸去校正 假如說你覺得這個差很多 而 這個去年吃的藥物的數目的話 也許很重要的話 你就把它再做一次校正 好像這個沒有exactly E 他會做一個簡單的t-test 但是這個要做pair test 因為他這兩個是pair的 配對的 比較不會有影響 所以 做完pair test 之後發現 他們兩個是有差的 所以就所謂residual confounded 就會產生 那你就會校正一次 做回歸也好 或做簡單的分層分析也好 都可以